人知名的偶像剧不是有有名的台词 说袁佩绝对不能够对小三让步 不然的话人家住你的家 睡你的老公花你的钱 然后呢打你的小孩啊 下面看到这个小三呢 是不是让袁佩也觉得太委屈了 新北市有一位17岁的女孩子 她舍不得妈妈长期被爸爸呢 这个拳脚相向 甚至把外面的小三带回家了 还逼得妈妈让出主卧室 跑到客厅去睡 女儿就拍下了爸爸跟小三吃饭的画面 搜集证据 希望妈妈能够成功地诉请离婚 也脱离爸爸的暴力阴影 父亲在小三登堂入室 逼母亲让出主卧室 长期遭父亲家暴的灵性少女看不下去 奔而拍下小三影片 父亲及小三吃饭的画面 还在主卧室捡到疑似沾有体液的卫生纸 及小三的内衣库搜证 要帮母亲诉请离婚 远离暴力威胁 我不能接受 因为她已经危害到我的家庭 必定要提告的时候 还是希望说可以让爸爸不要有伤害到 可是后来爸爸表现出来的态度 我觉得没有维护她的必要 少女指控 父亲今年带回一位中国籍的成姓女子 两人无视原配公开出双入队 更将母亲赶到客房睡 小三气焰嚣张 父亲却出面袒护 少女气得干脆搬离家 半公半读过生活 被妻子女儿指控家暴 又带小三回家 林姓男子没有回应 面对镜头反而耍起嘴皮 长期遭受父亲暴力威胁 小三又亲门踏户 林姓少女心疼母亲身心饱受折磨 多次搜证 只希望帮助母亲摆脱不堪婚姻 任计委员陈嘉明谢凯轩 新北市采访报道